35提如釉土24度系的時候泡了加一兩個硫酸酮溶液 攪拌之後發現甲杯的顏色比幾杯深 把兩個倒在一起之後得到了餅杯 發現了餅杯有少部分沒有溶解的硫酸酮 他想請問我們 三杯的濃度是多少 那我們看到呢這裡的甲杯底下有未溶解的硫酸酮 表示呢甲杯已經飽和了 同時呢甲的顏色比以來的深 甲顏色比以來的深 這就表示呢 我們甲杯的濃度比以來的大 倒在一起之後呢 發現餅杯也有未溶解的硫酸酮 那就表示說餅杯也是飽和的 那麼在相同的溫度壓力之下 都飽和溶液的濃度是一樣的 都達到它的溶解度 所以我們就知道甲跟餅的濃度呢 是一樣大的 而因為呢 我們的甲杯比乙杯的顏色來的深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甲的濃度應該大於乙 所以呢我們第35題的答案呢 應該選擇的是C 甲等於比大於乙 甲餅都飽和所以濃度一樣 那麼甲比以來的濃水大於乙 所以我們答案選C 甲等於比大於乙 還是好到 bugs呢 死我 You 때는 emerging Aí 感谢观看